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桃園機場第二行下 十一號晚間發生大停電 煤食街電源還得用手電筒照射 才能看見 而行李處理廠甚至因為煤電 無法運作打亂旅客計畫 不過這一切都是因為 有人蓄意偷電纜 釀成大停電 指著中央通道 上方電纜被剪斷的地方 就會在桃園機場第二行下的 行李處理廠 電纜是負責供應北側電車所使用 犯案的人正是淘機外包廠商的 兩名工人 十一號晚間將近七點 他們憑藉現場是非管制區 所有人都可以進入 趁著私下沒有人員看管 用了升高機升到高處 想要脫切電纜變賣 準備用油壓檢剪斷時 造成高壓電纜短路 瞬間釀成機場大斷電 趕緊逃離現場 隔天甚至還照常上班 油壓檢當時被高壓電流給西柱 遺留在現場 一次手把有絕緣嫌犯才幸運 沒有受傷 機場方面在停電之後 開始沿線檢查周邊電線 直到第三天發現油壓檢趕緊 偷放警方調查處理 投機公司表示 接下來會依法來追究 也將會提出求償 只不過攸關國門供電系統 竟然被兩名想偷電纜的工人 輕易破壞 安全保護是不是哪個環節 出了問題 機場公司得要想想 對策加強人員管制 加以改善 再次我張一傑亮晴台灣參謀道